今天的主题是 国泰世华亚洲万里通联名卡 振兴无备有礼 到底要怎么结任务呢 刷2万打给1万里 我可能觉得很错耶 嗨我是宝可梦 欢迎回到宝可梦卡好 我们今天来跟大家介绍一个 比较新的信用卡活动 它是一张里程卡 就是国泰世华推出来的 亚洲万里通联名卡 我不知道你对这张卡片 还有印象吗 它是去年9月 做了一个产品的升级 然后那时候也有找宝可梦 然后找一些网红 去他们的现场 然后大家就是有拍照 什么的 蛮有趣的啦 那这一次的话呢 其实是因为 我觉得疫情已经这么久了 然后大家都不用里程卡 所以他们可能还是想说 还是做个活动吧 就是让大家就是活络一下 也许明年有机会 大家可以就是换机票出去玩了 所以他现在就做了一个 最优两元一里的活动 我个人看一看 我是觉得没有什么陷阱 蛮有趣的 就跟大家分享 如果你是主要是累积 亚洲万里通联名卡的朋友 这个活动就是 你是世界卡或泰昌卡的朋友呢 你可以额外就是拿到这个 八千里 就是说最高是一万里的部分 那这怎么做呢 其实因为说两元一里 他的意思是说 你刷两万块钱 就拿到一万里 就这个意思 那另外如果你是白金卡 或是理想卡的部分呢 你只能够拿到五千里 就比较少 我自己本身是有缴这个 一千八年费的 所以我是泰昌卡的等级 所以我个人是 应该会参加这个活动 他感觉上面很困难 那我跟大家介绍一下 第一个就是他的时间点是 11月15号到明年的1月31号 所以有多少时间可以解 11 12 1 大概有两个半月的时间 可以解这个任务 那他的做法很简单 就是如果你在活动期间 当月的消费满一万块以上 你就会有里程加速器的这个消费 就可以做到五倍的加码 这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他的里程加速器呢 基本上已经是10元1里了 他给你加码五倍的意思 就变成是10除以5就是2 就是2元1里 那他的里程加速器 有没有哪些通路 是我个人觉得不错的呢 我来跟你介绍一下 里程加速器分为五个通路 第一个通路叫做海外消费 所以如果你是在海外网购的部分 这张卡片拿来刷2万 最多可以再多赚1万里的里程 我觉得还不错 那第二个呢 是旅游通路 旅游通路有哪些呢 像熊狮 东南 可乐 易游网 KK Day跟K Look 那这些通路呢 其实有些是线上旅行社的部分 你如果是有买行程 是可以的 那还有三个通路叫做 国泰航空 虎航 或新宇航空 这三个通路也是他加码的部分 所以 听说最近新宇航空 好像有三个通路 要重新开航 开始跑 好像日本 然后还有澳洲 还有澳门 总共有三个通路 所以我觉得 现在如果你在关注一些 明年机票的部分 你可以用这张卡片来做支付 可以拿到最有两元一里 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那第三个通路叫做生活类别 比如说彩妆购物 加油跟交通 像屈城市 虾皮购物 虾皮购物是重点 然后台湾高铁 e-tech 中油跟台亚 加油站 我为什么说虾皮是重点 比如说 虾皮买东西 其实真的没有很难 你随便买都有 我自己比较 常做的做法是 我在虾皮购物里面 它有一个吉祥卷专区 就是 里面都有各式各样的 通路平台的吉祥卷 那我最常买的就是小七 50元 100元 500元 1000元 2000元 我这些小七的吉祥卷 我买下来之后 我会先截图 然后就放在我的电脑里面 那等到就是我办活动的时候 有粉丝来跟我领奖 我就把这个截图给他 对不对 用这种方式的话 其实我就可以 一边解任务 然后又可以把我 就是解任务所花的钱 又回馈给我的粉丝 所以我觉得虾皮购物 对我来讲 是一个很好解任务的地方 那这是刚刚讲到的 就是第一个是海外 第二个是旅游 第三个是生活 那第四个叫做美食住宿 星巴克跟Food Panda 然后还有 和义 木轩 喜来灯 全台老爷酒店 精华 然后全台精英酒店 跟国宾大饭店 这些通路的话 你用这张卡片刷 其实也是有两元一里 所以我觉得是不错的 那最后一个叫做娱乐 比如说什么 涡骏居然是娱乐 太奇怪了 涡骏KKBOX 然后伯克来 成品网路书店 威秀秀泰国宾 然后拓远宽宏 跟年代收票系统 这些通路其实 我看一看 有蛮多我自己会去做的 比如说第一个 刚刚讲的虾皮购物 第二个叫海外 海外的部分 我就想要做一个测试 但是我觉得 好像有点危险 因为有时候 好像有些银行从业人 会听我的podcast 然后就会把这个通路 就是这个漏洞给补起来 就觉得有点麻烦 因为我常常会就是 拿去做投资 就是海外 就是刷eToro 然后这个CFD 这个差价合约交易平台 那差价合约交易平台 其实有一些银行 他们是就是 确定不给回馈的 比如说远东银行 所以你拿来刷Banky 其实没有额外回馈 那国泰士华 印象中 好像还没有 把这个路封起来 所以如果我是刷两万块 在eToro上面 我在上面投资 那么 是不是符合这个资格呢 那等于是我额外 拿到一万里的里数 那还要交 这个额外的 1.5%交易手续费 如果可以的话 我觉得 这是我会做的 那第三个 我会怎么解呢 就是比如说 如果我持续在吃Foodpanda 我可以在这两个半月 我先用Foodpanda 搭配这张卡片做支付 这也是一个 解任务的方式 或者是 你很常去住这些饭店 刚刚讲的 这些 他所列出来的饭店 你都会去住的话呢 拿去住个 两三次四五次 可能就会解完了 因为 才两万块的额度而已 那娱乐的部分呢 比如说你喜欢看电影 或者是你在博客来买书 买日常用品 或者是成品书店 其实都可以 成品书店 只限网络商城 不是实体的部分 所以呢 这个看看之后 我觉得 要刷两万块 其实没有很难 因为他是说 整个活动期间里面 你能够拿到额外最高的 就是一万里 而不是每个月一万里 如果每个月一万里的话 就是 11月15号 11月30号 我先刷个两万 然后中间 就是 全部的都在这些 指定同路刷的话呢 我就可以拿到最高的回馈了 然后12月解一次 1月解一次 这样我真的是赚死了 但他说 这个活动期间里面 就是正卡人 就只能够拿一次而已 所以没办法 好 所以呢 我的做法就是 我可能挑 某一个固定的月份 11月份或12月份 或1月份 我就解一次这样的任务 就刚好刷一笔两万块钱 然后就拿到礼数 就可以了 这是最简单的 这个两万元的消费 它其实是包含原始的权益 然后最高给你一万的礼数 所以它的回馈给点的规则 是这样子的 就是如果你刷两万块钱 都在指定通路 那么你会在下一期的账单 拿到十元一礼 就是两千礼 好 那不是剩下还有八千礼 还没给你吗 它会在活动结束的 四到八周之内 汇到你的亚洲万里通户头 所以你那时候 就会有额外进账八千礼 所以最高就是一万礼 但是你会有两笔进账 一笔两千先拿到 最后八千才拿到 所以刷两万 拿个一万礼 我个人觉得 不错 只是 可是你就得想一想说 你平常有没有一些消费 是刚好这时候 可以拿来解任务的 或者是 你平常根本就没有办法 消费那么多 那这个活动就不适合你参加 那当初这个是 我在网络上看到这个讯息之后 我就拿来跟CW大家讨论 就说这个好像还不错 但是有人会想解 他就说 刷一万五到两万 然后再多拿这个里程 好像还不错 毕竟将来 可以里程换票飞出去的时候 其实这都是蛮好用的 包括就是这个国泰的 这个亚洲万里通的里程 现在是属于滚动式过期 就是说 他不会在两年或三年之内到期 你只要把他放进去你的 亚洲万里通的账户之后呢 他基本上是滚动式过期 一年半以内都没有任何里程进账 他才会过期 但是如果你持续一直有里程进去的话呢 其实不用担心过期的问题 所以这个活动我个人倒是觉得 国泰说的倒是蛮佛心的 怎么会出这种就是两元一里的活动 那随便两万块钱应该就是 有点经济能力的人 应该都是可以去借的啦 不过呢 还是得看你自己的消费习惯 如果你自己本身 没有在累积里程的 那你就不用办这张卡片了 因为这张卡片要年费啊 要年费的 才能够拿到比较高的回馈上限 如果你办的是免年费的 理想卡 或者是白金卡 那你基本上只有多拿五千 那你能够刷的 其实就只有一万块钱而已 也不无销补啦 但是我个人觉得 我要就拿一万啦 我干嘛拿五千 好那如果你有任何问题的话呢 你也可以就是 在我们的下面留言 就是询问宝可梦 50块不嫌少 500万不嫌多 我都很乐意帮你回答 或者是你有任何的feedback 你也可以就是 在我们的这个 Apple Podcast上面呢 就是留言 给个评分也不错 我是宝可梦 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 by bwd6 by bwd6